我们所有的执行会预计在明年的1月1号来生效 总统三英文拍板宣布开放美猪美牛进口 预计明年1月1日上路 不过外界人对于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存疑 农委会就强调台湾定定的残留标准将比照日韩的严格标准 国内养猪饲料用药也不准使用莱克多巴胺 农委会也表示美猪影响低 国人平均每年美猪食用量仅有100公克 全国的国人总共消费了90万公顿的我们的猪肉 其中来自美国的猪肉只有一万多公顿 那占不到1%的比例 我们的国人吃到台湾猪的比例是超过9成1的部分 而针对美猪美牛开放 卫福部表示一定会落实标准查验程序 也强调重要的是国人的选择权 因此订定清楚的标识是必要 若有商家标识不清或未标识的情况 标识不清最高罚300万 标识不实最高罚400万 另外农委会接下来也将成立百亿养猪产业基金来稳定猪农收益 加强国产猪肉多元行销 减少肉品市场供应调节等等 提升台湾猪肉竞争力 新唐人亚太电视胡宗翰叶云如 台湾台北报道